正式讲呢 这次我们是讲的四处的公位 讲四处的公位的时候 大家其实这个图应该是之前讲过 讲过的话 其实这个图是有点变更 变更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想去了解这个公位 就是四处 年处 月处 日处 时处 公位代表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只看这一张图就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把它截下来 截下来呢 你可以做一个照片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 你就看看 看看的话 你就能够对断八字的时候 如何结合六年大运去进行分析 你就能够理解 那么公位是什么 如果跟流年大运去做对比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公位它是一个空间概念 公位它可以认为是一个空间概念 但是公位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时间概念 所以说公位就是空间跟时间的一个结合 所谓的空间呢 就比如说把它比较成一个树的话 那它就是年柱为根 月柱为花 静 日柱为果实 时柱为种子 是吧 那么年柱为头面静 月柱为胸背 日柱为腰腑 时柱为腿脚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空间概念 那时间概念 那就是年柱代表少年 青年 中年 晚年 这就是一个时间概念 但是也要结合大运流年去分析 是吧 那然后结合六轻的话 那年柱为祖父母 父母 月柱就是父母兄弟姐妹 日柱呢就是命柱 日之呢就是配偶 日干是命柱 日之呢是配偶 时柱呢为子女 子女 然后呢 这个为什么比较成一棵树 就是后面我们讲 简单先说一下 就是年柱是根基所在 年柱代表你的什么 祖业 是吧 代表你的少年 代表你的父母 祖父母 他都是你的一个根基 是吧 月柱为什么 月柱为花 月柱为主干 月柱为静干 代表你的青年期 青年期 所以你的青年 决定了你的晚年 打拼事业的时候 也代表你的胸背 胸背胸部背部 就是你的躯干的主体部分 实际上也代表你的事业 也代表你的外面的朋友 同事合伙人 这就是花镜 是吧 那就是说这个术语 这个比喻 这个根花镜果实 种子包含了下面所有的内容 它是提升上来的一个总结 一种形象化的总结 日柱为果实 果实为什么为果实 就是因为日柱代表你的中年 中年就是你中年有成 还是失败 失意潦倒 这就是你的开花结果的 你的一个果实 然后身体上代表腰腹部 腰腹部 然后代表你的家庭 那就一个人 你自己混的好不好 就和你的家庭好不好 然后食柱为种子 种子就是你这棵树 剥下来的种子 那它就是代表你的晚年 因为你这个树 长成了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流种子 这就是晚年 也代表你的腿脚 也代表你的归宿 代表你的子女 所以说就这个意思 所以是代表为种子 然后后面这两个呢 就是事业 财源 交际 它是前面的东西 引申出来的 特别是六亲 年龄 引申出来的 比如说 为什么年就为组件 因为年就代表你的父母 祖父母 这是你的主意 为什么代表长辈 贵人 就代表外面的人 就是跟你父母 年龄比同样大小的 那些长辈 也代表你的贵人 很大的贵人 是吧 那种大的单位 都是代表这个东西 越重呢 就是你的事业工 你的事业工 是大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所以你的朋友啊 同事啊 合伙人啊 都是啊 如果你你平时交际的话 就是朋友 下班的话就同事啊 你创意的话 就是合回来啊 就是月祖 日祖就是你的配偶啊 你结婚了 你配偶 没结婚的话 就是男女朋友嘛 是吧 那 十祖 十祖为晚年 为晚辈啊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来讲一下 比如说拿植物 做这个类比 啊 那年祖可以比喻成根 是吧 月祖为花 日祖为果 十祖为子啊 这个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就是年祖啊 它是一个基础啊 就是你生的哪一年 是吧 啊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啊 你没法定年 你就没法定月 是吧 那日子时辰 那就更更无同着手了 就是年祖为根居啊 年祖为祖坟 是吧 因为你的父母啊 没有父母就没有你 就这个意思 它是根 月祖为花 月祖为花的话 就是你的青少年事情嘛 啊 就是青少年世界为啊 就是滑稽嘛 滑稽雨季啊 充满着生机啊 就这个意思啊 充满着向往啊 充满着向往 充满着希望啊 日祖为果实啊 果实就是这种奋斗成长 到了中年有个收获啊 就是一个成果展现 你到了中年 你的过得好啊 过得坏啊 是吧 事业有成啊 还是比较差啊 都是前面奋斗的结果啊 不是你的家庭怎么样 其实也是跟那个相关的嘛 啊 实祖为子啊 实祖为子就是植物 开花结果后啊 作为生命的延续和繁育啊 也就是老年后子女 长成了自己人生的延续啊 这都是由子女来继承 这是实祖为子啊 那么嗯 就是我们去断六亲嘛啊 断六亲的话 就要结合师神跟公位啊 师神就是代表的啊 比如正义为母亲 偏差为父亲 对吧 就这个来啊 那么公位就是年柱 而不是年柱为祖上和父母公 就是看祖上父母的时候 也就和年柱的公位来看啊 再就是看偏差代表的父亲 正义代表的母亲啊 月柱呢 就是父母和兄弟公啊 但到底是父母还是兄弟啊 你还是要聚起来看一下的啊 聚起来看一下的啊 就到底看月柱上是是一个什么啊 是有什么 就是月柱上啊 本身就是财心硬性啊 那可以是代表父母是吧 那月柱上代表笔节啊 有笔节啊 那就是代表兄弟姐妹啊 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日主对你自己的小家庭啊 就日干代表自己啊 日志为配偶公啊 就是对对男的来说 就是你的妻子 就你那是你丈夫啊 然后呢 要结合这个公位 还要结合配偶心来看啊 比如说啊 这个你的配偶心是你的用神啊 比如男的来说财心是用神啊 日志呢 也是用神啊 那就是妻子会是比较帮助你的是吧 如果你这个男的来说七星是个继神 日志也是个继神 那就不好啊 如果反过来看 如果七星是用神啊 日志是个继神 那就代表你外面遇到的这个女的是吧 然后有可能都能帮得了你 但是一旦结婚之后 他到了你的这个七公这个位置来了 他可能对你的法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啊 最终是好是坏 这个还要把这个两个的力量一块对比 去对个分析啊 但这个还要看你就是你的配偶 比如说你妻子 这拔子跟你拔子是不是匹配的啊 所以说我们去转拔子 转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哎 我的这个老婆帮不帮我 那就就很多考虑意思 你没有结婚的话 那就看你的这个财心是用神的 财心如果是用神 那你找的这个女的 他的女朋友 往往上帮你的 但你再结婚了就不要了 结婚的话 既要看七星 还有看七公 还要看你妻子的拔子啊 那十住为子女宫啊 是子女的位置啊 那肯定就要结合子女宫啊 啊 还要结合子女星啊 来判断到底好还是坏 啊 那么段运势呢 就这个很简单 大家知道 要结合大运和公立啊 啊 年住为少年啊 啊 同时要结合前一步大运 前几两步大运吧 这个叫结合起运时间啊 啊 原来一岁就起运了 那第一步大运 那就看前两步大运啊 一岁起运呢 二十岁 啊 那二十二 二十一二十二 就才第三步大运啊 所以说年住为少年 就一两步都看 为大人十岁才起运啊 时代起运的话 那就只要看前一步大运就行了 月住为青年啊 青年 那就是一个人活八十岁啊 那月住的话 咱们就可以知道 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啊 那结合的大运就是 第二三步大运往往是啊 日住是中年啊 那就是三四五大运啊 十住是晚年后期大运啊 原就问了 这个公立如果是 就是说年住为好 年住为用神 说明你的条件比较好啊 你出生的环境比较好啊 但是如果啊 留这个大运 第一步大运比较差 那自己就是 你自己实现的 这个条件差 就何必来说 哎 这个 呃 年住是用神 就何必你早年的时候 呃 开了一辆好车啊 就是给你了一步好车 但是第一步大运是寄神 就可以理解为 这个路不好走啊 这个你开一辆好车 那路不好走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的年住是寄神 那代表 你那辆破车啊 但你第一步大运比较好 你路比较好走啊 就是破车 有个好好路啊 就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工位可以代表条件啊 现有的条件是什么啊 这个大运呢 代表这个 这个你现在这些硬件软件 它的一个 你现在达到你的目标 它的路程 事后是坏啊 是帅还是逆啊 就这个来理解 然后呢 那就是五行 如果断 八字断疾病的话 啊 那个这个断疾病 我们前面重点讲过了 是吧 就是呃 讲了就是五行啊 就是木活土金水 缺儿还是太多啊 就代表什么问题 代表你的一些脏气的一些功能的强大 还是衰弱啊 就是五行的妄衰 代表的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脏气 或者功能的强大衰弱 还是过于抗反啊 但是这个施神啊 伤官 七山 阳刃啊 代表容易有什么样的病灾 是吧 啊 然后工位呢 就指的是这个病灾出现在哪一个部位 啊 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就这个理解 就是刚才这个话 就是五行的妄衰啊 代表着啊 你的脏气的强弱 强弱 比如说啊 八字筋太弱啊 筋主肺 呼吸系统骨骼 那代表你容易在这些方面出问题啊 或者这些功能偏弱 是吧 啊 然后呢 如果呃 又伤官七山阳刃 那代表啊 这个损伤是一种伤灾的形式出现的 特别是外伤啊 因为伤官呀 羊阵呀 它容易有外伤 这代表你可能说骨折 是吧 是骨折 但是在哪一个方 在哪一个地方骨折 那粘柱啊 你就看什么粘柱 粘柱如果被碰了 受伤症了 那代表头部骨折 是吧 头部 可能不是头部骨折了 头脑是被碰啊 啊 那如果是实柱的话 那就对不对 确实是手脚骨折了 是吧 手脚骨折了 啊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已经说的已经说的非常想 非常明白了啊 所以说我们端肌皮的时候 看了看五行 还有看身体啊 那就是粘柱 我们说了 就是头部 领部 粘柱为胸部啊 粘柱就应在腰腹部 十柱就应在脚部啊 也可以代表代表的手啊 就是心筋在粤上手刻啊 啊 往往跟肺相关啊 为什么 因为心筋 心筋可以代表肺是吧 可以代表肺 也可以代表骨骼 是吧 那粤柱代表胸部 那胸部的这个地方 那就说 哎 那可能是跟肺相关啊 当然也要看天干地支啊 如果是地支的有金 那很可能是肺 因为地支主内 是吧 地支主内 如果是天干 它也有可能是肺 天干如果梗筋 说什么的 它有可能代表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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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骨内条 也可以代表这个东西 另外还要结合天干地支 天干主外表 是吧 地支主内脏 天干还主上半身 地支还主下半身 这个区分啊 就是空间 我们要有个空间感啊 就是 我们可以把天干 代表上半身 地支代表下半身 也可以年月 代表上半身 日住 时住 代表下半身 这个岁数都要一起来看 比如假木在年 假木在年柱 可以代表头颈部 是吧 头颈部树上 都在年干呢 可能就是外伤 头被碰了 年支呢 这个假木还代表什么 还代表 年支 地支代表什么 内脏嘛 内脏的话 年支的这个内脏 可以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的这个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树上 另外年柱 你可以说 年干代表头部 这个年支代表脖子 也可以代表脖子 你其实也可以这样拍 也可以代表脖子 这是就是颈椎脖子树上 因为我之前断过很多的八字 就是就是毛有冲吧 就是年支跟月支毛有冲的情况下 这个椅木还有个像 这个椅木 这个又涉及到这个什么了 涉及到这个天干地支的这个 这个内向了 这个椅木 它这个像你看像什么 像不像脖子 像人的脖子 就是弯曲的东西 所以说 然后 毛有冲 那年支是个毛木 毛木就是椅木 毛有冲的话 这个毛木就冲了 这个很可能对那是颈椎不好 对有优衡对那颈椎不好 然后呢 在去断这种事业财运的时候 也要结合用神和公为 比如说 这个年助用神多 那就足业比较好 或者是这个年上的有财官 有运是吧 那代表你可能在一个大的机构上班 比如说公园啊 大的国旗啊 央旗啊 等等啊 这个当然结合硬性的吉凶啊 硬性啊 官性的吉凶啊 那么阅主代表兄弟姐妹朋友合伙人啊 就是看看阅主是用神还是戒神啊 然后呢 还要结合这个笔节是用神还是戒神看啊 天堂是不是有节菜啊 节菜多财啊 等等啊 这东西都要一起看 那么日之是你的用神啊 配偶心是用神啊 那就对方法就是配偶对自己的帮不大 这个也讲过了 施助为施助代表晚年 代表晚年比较好啊 然后再到子女后背之人的帮助啊 也代表命运的归宿好 当然也要结合晚年的大运啊 这个我之前讲过啊 这个施助为归宿啊 归宿是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你的这个命运的最终发展趋势啊 就是如果你八字施助是用神的话 他往往代表着啊 你的命运的趋势是一个好的结果结束啊 然后施助如果是凶神继神的话 往往代表你的晚景 命运是朝着一个差的方向去发展 就这样 当然也要结合晚年的大运啊 就如果啊 施助是继神 代表最终越来越差 但是大运还比较好 说明他会对你的这个变差的这个啊 这种情况 它是有一个减缓 有一个减缓 所以是说 或者是说你会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变差呢 你是在一种运势还可以的情况下变差的 这个就可能就不太理解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人 你晚年啊 过得很充实 啊 但是对着你临终去世的时候 你发现哎 发现自己啥也没有了 嗯 子女也不在身边啊 自己也没有剩下什么钱 开始找了一身病 就这样 就是命运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个地方啊 运好 说不定你是一种啊 就感觉比较舒畅的情况下 走到这个趋势啊 最差的就是这个流这个 石注是继神 大运也很差 那你的晚年就是七封苦语一片啊 越来越差啊 然后呢 咱们来看 后面呢 咱们是看两个 什么的啊 咱们来看两个八字啊 两个八字呢 通过这两个八字的话 我们就可以断一下啊 一些工具的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了啊 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 当然我们分析八字的时候 就是怎么来分析 先看日元是什么 是吧 日元是鬼水 那鬼水有什么特性啊 鬼水是阴水啊 阴性的东西啊 它有这种欢快啊 但是也有一种坚持啊 鬼水是统阴的 是吧 然后呢 再看它生在什么月份 深月啊 那生月我们要看格局 那生月的本器是 深金的本器是耿金 你看看有没有耿金啊 有耿金啊 那就是什么格 这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正硬格 是吧 那这是一个正硬格啊 那么我们就再看了 哎 再看其他的比较 这是个正硬格啊 你看这里有个畏土 这里有个畜土 哎 这里有个雾土 什么土太旺了啊 土金太旺 土是官杀啊 金是什么 金是硬 官硬相生 太旺 鬼水呢 鬼水比较弱 鬼水非常生在深月啊 虽然就是 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土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是深旺硬旺 对吧 这里还有一个仇土 但是土太旺了就不一样了 在旺了之后就变成土金 就是一体的啊 水反而偏弱了啊 这里只有鬼水 做的畏土了 还是偏弱的 鬼水通根是仇土的啊 这个是通根 但是本身也是有两克 但是物鬼和 对他来说也有个压力 所以说呢 他的祭神 主要是土 金是用神还是祭神 金要两个方面看 这个我们专拔子 专到高层高级的话 我们就会分区分了 就是每一个字 他祭可能是用神 也可能是祭神 就像一个人一样啊 他有可能会帮你 也可能会害你 你看怎么发挥了 那这个八字 土旺 土旺克水 那金化解这个光纱 那这个印 可以是用神 是吧 但是他本身也是祭神 因为土金太旺的话 然后土是克水的 金是浊水啊 金会让这个水 变得很浑浊 他本身也是祭神 就是用神 最绝的用神就是钉火 用钉火 这里面有没有钉火 魏徒里面有个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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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火 就是本身就是钉火 是吧 然后他就是用甲木 甲木用生钉火 还要克这个悟土 他说悟土也学来克 所以说 甲木不是上官吗 是啊 所以说就是正官嘛 正官如果当祭神的话 你只能用上官去克它 就这个意思 那么 上官是用神 正官是祭神 那他上官见官 他有没有官非口谁 也会有啊 但是程度差 或者是代表这种 正面的这种变动 就只是代表 你可能自己不愿干了 你想换一份工作 而不是说惹上官司了 是吧 那 那我们看六亲的话 比如说看母亲 母亲是什么 正硬 先看正硬 那本身就是个正硬格 这个很简单了 正硬 那就是母亲很旺 这个硬性非常旺 是吧 你看耿身 同根调立 占据月灵 占据月灵 或者是对月灵来生 这个六亲就很厉害 他就母亲很强势 是吧 母亲很强势 而且他不管强势 他还很长寿 你看 你看 为什么 对吧 六亲是不是长寿 你就看身后 关系 有没有流通 你看 魏土生神经 仇土也生神经 是吧 这个物土也生耿经 然后又生他的 你看他还又生鬼血 生鬼血 是吧 也生这个鬼血 这个鬼血的根是在抽吐 所以你会发现 他就有生有戏 他就流畅 比较流畅 他就命中 这个母亲就比较长寿 是吧 而且 这个母亲在月上 月代表精神追求 月之代表精神追求 这个命中本身就追求应的 应的代表母亲 而且离他很近 也能够帮他化解这个官杀 所以母亲对他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母亲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 这个八字就这样的 就是 硬忘了 那必然就财心就弱了 这是对应的 财虽然是可以 但是硬这么旺 那财 就位置就很尴尬 所以说偏财 丁火 他就肯定就弱 你看 就这个丁火 这个魏土人的丁火 就代表他父亲 他把它粘上吧 粘上 然后这个丁火 他去生这个基土 是吧 生这个基土 生这个基土 他就被泄 所以父亲就比较辛苦 而且鬼水 还克这个丁火 你看吧 这个鬼水 他对他还是有点克制的 所以说 这个父亲就比较累 父亲就比较累 所以说父亲的影响也小 你看 财跟他离得比较远 你看吧 如果天干上有一个 有一个丁火 来克这个梗筋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比如这个地方 这个丁火 来克这个梗筋 那就代表 他受父亲的影响 反而大一点 由于这个丁火 会帮他克这个梗筋 所以说 就会受父亲影响比较大 但是这个丁火 跟鬼水的关系就很远 就很远 就是受父亲的影响就小 那么 再看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靶子 那么 比如说我们看 兄弟姐妹吧 他兄姐妹就是看月祖 是吧 月祖为兄弟姐妹 当然也要看笔结吧 对吧 也看笔结 那这个里面情况下 土经都是祭神的情况下 一般的这个鬼水 就是一个用神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鬼水 可以帮他导一下 这些这些官杀的课呀 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下 这个耿结啊 因为金王 金多水拙吧 你可以帮他分担一下 这个笔结星是个用神 这个笔结星是个用神 那代表跟兄弟姐妹的关系 会还可以 然后月祖 那兄弟姐妹多不多呢 你看还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 你看 这里一个鬼水 是吧 哎 这里还有一个鬼水 你可以认为 应该是至少有两个 然后月祖为印 印 里面本身还有一个阶台 在他本身他也深了 印多了之后 就可以当笔结看 当笔结看 当然他就起了一定的用神的情况下 如果全是计神也不行 所以说他兄弟姐妹就比较多 所以说就是月祖 身旺带印 为什么叫身旺带印 就是你月祖是印 但是你又身旺 这时候情况下 这个印 他就不会说这种母词蔑子 不会母词蔑子 所以说他就在一定情况下 是有用神的作用的 所以说这时候兄弟姐妹 就可以这么多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有些是夭者的 就很简单 你看这个鬼水 鬼水坐在位土上 它是入木的 鬼水坐在位土上是入木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木 是吗 是啊 因为鬼水入两个木 鬼水是入尘土这个木 也可以入位土这个木 是吧 所以它是入木的 而且大运上 这个咱们没有列出来 大运早年他走了一步几位大运 这个几位大运的话 就是鸡土就会磕回水 直接把这个笔结给磕掉了 这是同胞当时六个 有一个就夭折了 那六个的话 我们数一下 你看 一个 是吧 一个 这两个页 你可以当两个砍 是吧 当两个砍 这就是三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球球里面 这就是四个 这就是五个 这就至少就五个了 但是如果随便升的话 那就升六个也是可能的 是吧 但是有一个是入木的 早年又被磕了 所以说早年肯定会夭折一个 这是 这是 那他因为兄弟姐妹能不能帮他 他兄弟姐妹是可以帮他的 他自己 越助为硬性 能够帮他卸这些笔结 所以说 这个越助 你就代表 兄弟姐妹是能够帮扶他的 笔结性也是用神 但是他本身有继承的作用 继承作用就是硬代表操劳 那也有可能他 他自己也要为兄弟姐妹 就是相互帮颤嘛 相互帮颤的话 也会掏劳奔波 就是有事也会烦他 就这种情况 是吧 然后再看十柱 十柱代表晚年就叫子女 是吧 十柱是观心做财心 财观相生 财观相生 而且这个观心还有根 那男命以什么 以观杀为子女性 是吧 所以说子女就比较旺 子女性就比较旺 你看看 你看他有物土 有一个 两个 当然这个就太远了 你可以把这两个当成根 抽筒是一个根 无火是一个根 活所同工嘛 这是一个 就是三个 是吧 就是说子女上 他的子女就三个 子女是三个 那么而且 他是观心做财嘛 观心做财 财观相生 那代表子女上 是这个 而且这个财是个什么 是个无火 是个桃花财嘛 桃花财 就是观心做桃花 就代表 这个观就比较真嘛 比较真 子女上肯定有当官的 子女上是有当官的 那有人就说了 这个子女跟他关系好不好呢 那这个就就就 咱们就能够看出来 观杀性既然是继生 观杀性既然是继生 所以说子女 虽然比较有出血 但是他能够想自己的福吗 有限 但是在前台上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无火 这个天台 这个台性实际上是个用材 他起到了一个 起到了一个对这个仇吐 这种寒气有削弱 而且也能够帮他去刻这个金 刻这个印 印代表什么 为继生的情况下代表操劳辛苦 就是让这个民族晚年 不是那么操劳辛苦 会给他一部分钱 这个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有个河 物鬼河 这个河的情况下代表 子女也想要让他去住在一块 但是呢 他跟子女的关系上 可能就是不是非常地融洽 还是 他可能自己不愿意 不愿意被这个关心河 不愿意被关心河 他可能自己还是想自己一块住 自己住 就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肯定要结合他子女的靶子 就是这个靶子 洗木火 是吧 他洗木火 那么如果他的子女 木火比较旺 那关系就比较好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还要看子女 六七元强不强 如果子女 他的靶子里面显示 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好 实际上就是财性 那就代表 从子女上看 就是晚年的时候 跟自己的父母关系好 那也能够让他 跟他的子女的关系变好一点 就这个意思 好了 这些课程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主要的就是公位的一个分析 啊 结合后面的一个八字的案例来讲一下 公位 啊 它是一个时间跟空间间的集合 啊 你可以断 啊 这个它是代表一个先天性的条件 啊 那么他如何实现这个条件 还要看流年大月 啊 断一些具体的六七上的话 啊 或者是断一些疾病啊 啊 断事业台队上 可能还要结合施神的理论啊 施神的理论 一起来分析 就是八字的分析 就是用统盘考虑 全面分析啊 一个立体的一个层次 啊 它可以认为是一个四维的空间啊 因为八字本身是一个三维的啊 然后呢再加上流年大运啊 它就变成一个四维的一个空间啊 你看四维的空间 那就可以预测嘛 啊 就这个意思 好了啊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今天课就这样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啊 就是在经营群里面提问就行了 然后呢 我后面会回复